總統府上方 手持美造M24 狙擊步槍的特勤人員 不時調整瞄準近刻度 高度戒備 狙擊手撥了撥頭髮露出側臉 刮著臉蛋 扎著馬尾 戴著帥氣墨鏡 女神槍手國慶亮相 總統府塔樓另一側架著槍響偵測器 旁邊一男一女兩名觀測手 遠近距離雙重戒備 他們是特勤中心反狙擊小組 從三軍射擊精英中挑選而出 負責政府要員反狙擊任務 這次特勤中心女力崛起 任用不少女性射手 除了反狙擊小組 今年國慶為安 還有秘密武器 這套新構制的干擾槍 可以直接迫使入侵的無人機降落 軍方還佈置了無人機反制雷達 再總統府上空 形成無形的銅牆鐵壁 而為了確定管理民眾身分 管理證還首度加上條碼 方便通關 安檢程序加速 但憲兵也不敢大意 身上帶著密錄器 還叫上手機全程錄影 原本各出入口還打算使用人臉辨識系統 但特勤中心在預檢時認為成效不張 最後沒有採用 總統府前歡慶雙十 其實幕後層層戒備 景丁典禮 一舉一動 這位楊潮光圈SNG小組 台北報導